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KC主播宋文文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文章是 创意、创新与创业 到底什么是创意呢? 创意是只把不相干的一个东西结合之后出现新的想法 这样子的新想法它可以使顾客感到满意 并且能够长期的存在 而要产生创意呢 其实首先必须要习惯的 对最新的资讯还有知识有兴趣 并且充满好奇心 同时要具备正面的、热忱的、以及有信心的态度 才能够善用最适当的资讯以及知识 形成可以协助顾客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至于所谓的一个善用呢 就是要用行家看门道 以主客一体的方式来觉察 具体事件的一个诸诗码机 以及它生成的一个意义 创意它可以分成连续式的创意 跟不连续式的一个创意两种 当从事创意活动的时候 如果能够再结合一些适当的创意原理原则 或者是方法 这样子就会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创意的方法其实分为激发团队创意 以及单独寻找创意两种 激发团队创意的方法 主要会有一些脑力激荡法 六帽思考法以及NM创意法等等 至于单独寻找创意的方法 主要会用一些包括缺点的列举法 希望点列举法以及需要性列举法 跟属性列举法 曼陀罗思考法以及心智图法等等 还有包括舞坏等等的一些方法 创意就要更加的有效率跟功效的话 除了好方法之外 还必须要有一个创意的目标 跟一个好的创意生活习惯 比如说日本有一位创意高手 他就曾经在一年提出 1250件的一个创意提案 那么他的心得是说 如果你要让创意能够有效率的话 你就必须要让目标能够明确 而且在决定目标之后 你必须要勤于寻找材料 想到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立刻把它记下来 并且呢在当天立即的整理 而且呢可以使用五块来激发一些提案 善用四个缺点 包括了安全品质作业性跟效果 并且留意专家的话 要有耐心不可以清廉放弃 每年呢要提出一个大的课题 重新来检讨没有经过采用的一些提案 善用相辅相成的一个效应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创新 创新呢则是要从顾客的角度出发 把使用者所想要解决的问题 放在发想者的思维当中呢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一个创新 因此呢要使一时产生的一个创意 变成创新 必须要有更好的一个创新方法 那创新的展开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在适当的阶段 整合适当的人才合作 用适当的管理方法才能够发挥 这个团队的力量来进行推动 这样子呢才会是比较容易来成功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创新方法 建议来使用这个团结圈啦 品质改善跟创新小组活动 创改的专案管理活动 包括了六标准差的一个创改专案 等等类似的一个活动来进行 这样子的一个创新方法运作重点 主要呢是在过程当中能够快速的运转 假设验证修正的一个循环圈 并且善用功能以及功能性来进行验证的评价 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很快的把握 确定创新是不是能够在这个真正的 未来有一些这个实用性 而所谓顾客的一个问题啊 我想大到社区的营造 或者是企业经营的问题 小到姐姐一些个人觉得奇怪的问题 都能够来使用 那最后如何把创新变成创业的机会呢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因为创业呢 它是善用现有潜在的资源 用新的组合方式赋予它资源新的能力 这就是创业成功的一个关键 创业是人生最重要的梦想之一 我想每个人都有创业的一个机会 关键是在于把心中的梦想和热情付诸实践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拜拜